B链何在 大家好我是Michael 今天是11月21号 又到了周末了 我们要来梳理本周值得大家关注和记录的5条大事件 先来看本周的Top5 好 本周排名第五的消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首个元宇宙系列的景区 在张家界落户了 11月18号上午张家界元宇宙研究融合发展研讨会 即张家界元宇宙中心挂牌成立仪式 在五名园区的大数据中心无家喻门票站举行 张家界由此宣布成立了中国首个元宇宙研究中心的景区 这个消息有没有大家觉得怪怪的 这好像是说你中了个奖 可是你不知道去哪里领奖 或者领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么新闻稿是这么说的 张家界元宇宙研究中心设置在张家界市武林园区 旅游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元宇宙将成为这个武林园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研究内容 搭乘元宇宙的浪潮 武林园景区将为游客提供更加精彩的旅游体验 更加丰富的旅游产品更加舒适的旅游环境 看完这个新闻稿可能我们就知道了 这只是一个贴上了元宇宙标签的一个新瓶砖舅舅 其实可能领导们或者说警区的管理人员们 并没有理解什么是元宇宙 那套用一下就是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它的CEO戴飞巴斯主机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元宇宙必须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就是身份朋友 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 随时随地还有经济系统和文明 另外游戏开发服务平台 Bimbo的公司的创始人John Rudolf 也认为说元宇宙的结构包括七个层面 体验发现创作者经济空间计算 去中心化人机互动基础设施 所以如果您仅仅是基础设施 或者仅仅是在这个某一个电影当中 有一些景色的这种取景的话 其实离元宇宙还很远很远 当然我们也希望张家界景区 能够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环境下面 随着这个短视频云计算 还有ARVR大数据这种发展 能够真真正正的在元宇宙世界当中 创出一个独到的一种体验感来 如果说紧急直指向 把这个元宇宙当作一个狗皮膏药 贴上去新瓶装旧旧的话 那么再新的概念也仅仅是在PPT 或者在你的视频当中 给游客给领导展示的一个花样而已 来看本周的Top4 好本周排名第四的消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时代周刊的曝光出来的资产 负债表当中居然出现了以太坊的数字资产 所以很多人开始怀疑说时代周刊是不是悄悄的 像埃罗马斯克和威策略一样 开始悄悄的持有或者是投资数字资产了 那么对于以太坊的来历 时代周刊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他们和加密货币的投资公司Galaxy Digital 达成了一部分的交易 也就是说时代周刊将会推出Metaverse Time100的公司名单 并且发布一个Into the Metaverse的每周的周序 那么作为赞助方 也就是说Galaxy Digital将会为这部分的内容来买单 所以Galaxy Digital支付的酬劳就是以太坊 不过时代周刊却表示说 这部分放在资产负债表当中以太坊 他们并不会着急变现 而且会将其保留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持有一段时间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以太坊 对于整个加密资产都是一个利好 在上几周的周评当中 其实Michael跟大家做过这个预测 就是在这一轮的涨幅过程当中 有可能以太坊的涨幅会远远高于比特币 会跑赢整个大盘 而且以太坊整个的市值 可能会越来越逼近比特币 理由是什么 截止到11月14号 这个链上所有的交易所的以太坊的存量 达到了三年来的新低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是14164207个以太坊 这是和两年前比较起来 整个的流通量是减小了大概40% 另外还锁定在以太坊2.0质押合约当中 换成BETH锁仓起来 以太坊达到了825万枚 所以质押力达到了7% 而且以太坊的存款的地址总数 已经达到了25.7万个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 以太坊将会越来越通缩 共识越来越强 它的走势也可能会强于大盘 对此V神也在近期的一次采访当中 对以太坊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证 他说以太坊很有可能作为价值存储的新的手段 来超越比特币 但是和以太坊非常强烈的共识 生态的发展 以及它的存量的通缩的这种情况 相比较而言 以太坊的性能就越发显得捉襟见肘 所以以太坊2.0将会是接下来 大家非常关注的以太坊的一个生存 或者说荣誉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我个人认为2.0不会那么快 至少两到三年 我觉得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 你觉得呢 好 来看本周的top3 好 本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消息 是NFT背可以盗取你的NFT的网站 一个堂而皇之 声称自己是盗版网站的一个网站成立了 近日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和程序员Geography Hentley创建了一个NFT的盗版网站 取名叫做NFT背 而且在公开的承诺当中 Geography表示说我们这网站可以通过让你在网站找到整个区块链上面 所有的NFT的下载的种子 那么这个网站看起来非常像知名的盗版网站海盗湾的风格 几乎每一个链接最终都可以下载成为一个preview go pg的一个文件 其中呢展示了一堆board app这些知名的NFT的一些图像 以及据称的是包含了以太坊和索拉纳区块链上的 所有的NFT的压缩文件 不过你要下载这个文件可得有足够大的硬盘 因为它的整个文件大小是20t左右 所以这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图像文件的压缩包 那么亨特利的这个发文就引发了一场关于这个NFT到底有没有价值的一个辩论 反方的认为说他用这种盗版的方式证明了NFT没有任何的价值 那么正方的认为说就是因为有人盗版才恰恰证明了NFT的价值所在 虽然说NFT火了一阵子了 可是我觉得真正理解他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 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你拥有了NFT你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大家要理解NFT和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数字资产是完全不同的 它不是一种价值资产也不是数字资产 而是一种所有权的一种证明 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了某一件产品的NFT 就意味着你有了对它的所有权的主张 可是这个代币并不能让你去行使所有和所有权相关的这种权利 怎么理解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 也就是说有时候你的所有权 所有权的证明和你行使所有权的权利的能力 其实在现实世界和区块链世界有时候是分隔开的 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个NFT就没有价值 在一个事物出来的时候 它必然会伴随着热点伴随着泡沫 但是随着泡沫被挤掉之后 NFT真正的价值会越来越的显现出来 好来看本周的top two 好本周排名第二的消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taperoot的升级 在11月14号就上周的1点18分 比特币的网络区块达到了709,632 顺利的激活了比特币的taperoot升级 那么其实这次taperoot升级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了 什么是taperoot升级 它对于比特币网络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次的核心在于许诺尔签名 也就是说基于签名的算法 那么为比特币的性能隐私 以及在部署智能合约方面带来新的可能性 不过升级一个星期以后到目前为止 只有略多于一半的已知的比特币节点 表示支持升级 其余的节点还是在运行旧的软件 这就意味着他们还不能执行taperoot的新规则 而包括许诺尔签名的这些真正的激活 也要等到明年才会正式的开始 那么taperoot的升级对于比特币网络 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呢 当然我认为利好更多一些 其实从当下最受大家关注的数字资产 比特币和以太坊来对比的话 那么比特币的最大的劣势之一 就是以太坊上面可以部署智能合约 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应用去非常简易的去开发 它简单的去开发快速的去开发它们的dapp 那么到目前为止包括defi nft 元宇宙 gamefi 很有去中交购的交易所 大多数也是基于以太坊的网络上面来搭建的 虽然说在交易量和生态上面以太坊是一枝独秀的 但是比特币的货币功能它稳定的网络安全性和以及价值的长期的这种流动性和黄金相类似的这种价值稳定性限定的2100万枚的发行量作为数字黄金的存储价值越来越多的被人认可 所以这一次的tape root的升级使得比特币在构建defi协议上面更具有想象力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tape root的升级之后在比特币的网络上面去搭建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defi的协议 nft的协议 智能合约的协议呢 其实我认为大家高兴的还太早 以比特币现在10分钟一个区块 每个区块才一兆大小的承载量来讲 我觉得还很远除非能有一个基于比特币网络的虚拟机 也就是说把这些链卖运行的一个合约 这种计算在链卖来进行运行 最终的结果上链来确认 也就是说给它进行一个layer2盖一个二层小楼 也许会对比特币的整个网络带来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不过从比特币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来讲 可以说进展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原因很多就是大家的流派很多意识很多 很难在比特币的迭代上面形成共识 而且POW这种共识机制本身功能的迭代就是非常缓慢的 不过不管比特币怎么慢 只要往前走都是对于价值的一种提升 老大依然是老大 所有的数字货币都会是在给比特币打工 不幸我们用时间去验证 好 来看本周的Top1 好 今天排名第一的消息 我们还是要再聊一聊这个使币 使币的市值现在已经跃进了整个加密市场的前十了 所以很多人上周在一直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命币这种动物币动物园会再次崛起吗 其实从这个狗狗币的崛起在2021年是和马斯克密切相关的 如果不是马斯克自己跳出来说我是狗狗币的CEO 自己把狗狗币和自己等量齐观的话 那么可能很多人并不会关注这样一个玩笑 其实狗狗币从这个命币的始祖狗狗币来讲 它就是源于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玩笑 命币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来自于社交媒体的一种梗图 像狗狗币柴犬的图案 就是一种戏谑嘲讽的一种意思 2013年两个软件开发人员创建了狗狗币 作为嘲讽比特币的一个玩笑 他们认为说我就是可以抄你的代码 然后再发行一个和你一样的货币 来证明你完全没有价值 随后在2018年使币被创建了 他的创建人是一个匿名人士 化名叫做Roshi 他在2020年8月份创建了这个使币之后 也是要表达对狗狗币的一种讽刺 他说使币我就基于以太坊上 发言一个跟你一样的 你叫狗狗我就叫柴犬币 那么我和你一样 我要来证明你是没有价值的 来反向证明整个加密市场 其实就是一个泡沫 他的用意是这样 可是使币被描述为是去中心化 自发社区实验的一种建设的实验 在坊间使币被称为是笑话中的笑话 命中的命 不过既然被称为狗狗币的杀手 那么使币被大家关注 还要源于他的社区驱动的价格的大爆发 可以说现在在社交媒体网络上 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关于使币的新闻 10月28号使币的价值超过狗狗币之后 他进入加密市场的排行第9之后 几乎每天每条新闻当中 每个大V嘴里都会提到使币 10月29号一天就有超过100万条 关于使币的推文 11月4号有三个游说亚马逊采用使币 作为支付手段的请愿书获得了17万人的一个签名 那么11月8号使币的推特的粉丝的人数超过了以太坊 等等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使币的发展 带火了整个命的代币 但是命币有没有价值 反而我认为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面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现在发行一个数字货币 发行一个加密资产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想一想 一个连数量都不做限制的一个加密数字货币 它怎么可能有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价值推动因素呢 它的价值来源于哪里呢 而且在这种发行特别容易的情况下 一定会存在很多作恶的 控盘的割韭菜的命币的项目 所以你在听到什么Simon Hoge Safe Moon 甚至Elon Musk等等 这样的一些命币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知道很多小白在刚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一定是独便宜 使币那么便宜 我花个几块钱就可以买好几万个 可是大家要知道价值投资 它之所以有价值 就是因为它值这么多钱 比特币也并不是让你一来就买一个 你如果说你只有一千块钱的话 你大概可以买一千块钱的主流数字货币 然后再配置一些小仓位的一些命币 你自己去玩的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币 而不是把所有的价值 或者说把所有的投资 都放在这些命币上面 对它寄予过高的期望 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惨人 好这是本周为大家梳理的五条重点的新闻 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会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有价值 请您点赞转发或者是评论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有什么样的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 我会在每周日的直播当中来回答你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新浪和油管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